兄弟们上次给小男同学买了两只这个奥特曼的变形笔 他呢非常的喜欢 今天呢 我又给他买了一只更高档的 就是这一款奥特曼灵动飞轮笔 这个呢也是灵动创下出品的 它总共呢是有四款 塞罗奥特曼 贝利亚奥特曼 折塔奥特曼 还有迪迦奥特曼 玩法有两种 一种是飞轮回旋玩法 还有是禁忌陀螺玩法 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拆吧 我希望能开出贝利亚或者塞罗都可以啊 因为这两个我是非常喜欢的 来直接打开 塞罗 哎呀我去兄弟们 开出来折塔奥特曼 好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只笔 它这个上面的部分呢 这里就是飞轮和陀螺的这个位置啊 这个装置 然后呢 这个就是加速的按钮 你们看 按动这个地方 这个飞轮就可以快速的旋转 然后呢 这个就是发射装置 这里呢有一个折塔的图片贴纸 这只笔呢 整体还是比较粗大的啊 然后呢 下面有一个笔帽 这个笔帽拔掉 下面就可以写字了 写字之前呢 首先把这个 橡皮这个位置给它拔掉啊 来我们来书写试一下啊 你们看书写的还是非常的流畅啊 你看我龙飞凤舞的 对不对 写的非常的好啊 是不是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笔帽鞋 给它套回去 首先我们来第一种玩法 飞轮回旋 你们看啊 它这个地方只要你这样轻轻一放 它这里就吸住了 然后呢 然后就快速按压这个地方 这个飞轮呢 就是快速旋转啊 你们看 按得越快 它转的速度就是越快 然后呢 推一下这个地方 你们看 飞轮就可以回旋 你们看 往前弹射的同时 它还能回旋过来 这个就是飞轮回旋的第一种玩法 手呢一定要这样子放啊 那么第二种就是禁忌陀螺的玩法 禁忌陀螺的玩法 我们这个笔要这样放啊 因为它陀螺下面这个坨尖 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快速按压这个按钮 然后呢 使这个陀螺快速旋转 然后呢 拉一下笔竿 你们看 就变成陀螺了 是不是非常的解压 非常的好玩 是不是 我们在学习至于 用这支笔来玩一下 飞轮回旋和禁忌陀螺 别提有多解压了 这么一款又能当玩具 又能当文具的解压笔 就问你有没有心动呢